我保证让你父王不会把你嫁给我 你发誓 小六毫不犹豫地举起手 信誓旦旦地说 我发誓 绝不让郡帝陛下把王姬嫁给我 否则天打五雷哄 阿念彻底放心了 他看看四周 见没有人接近他们 压低了声音对小六说 过十几日 又是小祝荣举行的秋赛 这个比赛每十年一次 通过比赛让大荒内的年轻人 有机会交流 也有选拔人才的意思 到时 大荒内的士族都会到 父王这么器重你 肯定会派你去看看 让你多认识一些人 到时 我也去 我配合你 一定能让父王对你失望 小六道有些意外 阿念不愧是王族子弟 看似天真糊涂 可从小的耳濡目染 让他对大荒内的局势很敏锐 清楚地知道个大士族 派去参加秋赛的子弟 必定是家族的中间力量 甚至会成为下一任的组长 如果把这些人得罪了 那么不管多么有才华 将来都会举步为奸 郡帝自然不会对这样 人为以重任 暗中釜底抽薪的策略 小六打量着阿念点点头 你很聪慧 只是欠缺一些磨难 有了磨难才有磨练 有了磨练才能成绩 可阿念一不需要争权夺势 二不需要为生活挣扎 要成绩干什么呢 小六忍不住自嘲地笑 阿念警惕地瞪着小六 你不要喜欢我 小六立即说 我不会喜欢你 阿念哼了一声 就这么说定了 万一父王不派你去 我也会帮你争取 反正不要忘记你的誓言 石七一直站在窗下的阴影处 回避着阿念 看阿念离开后 走过来 问小六 你真要去小祝荣的秋赛 小六点了下头 专须肯定会去 我想陪他去转一圈 毕竟父王昭告天下我的身份后 很多事情会变得完全不一样 看着不自在 多玩玩吧 你和专须的感情很深 小六道 我没有思考过感情深不深 反正小时候吵架 打架 高兴了叫他一声哥哥 不高兴了就直接叫专须 一起玩 一起笑 一个锅里吃饭 一个被窝里睡觉 看到他受伤 我会恨不得伤在自己身上 听到他被人瞧不起 我会难受的忘了自己的难受 哥哥这些年很不容易 他父母早逝 后来是我娘抚养的 我娘战死后 他就孤身一人 小小年纪就被他的王叔们逼到高兴 轩辕是他的战士 却没有属于他的力量 他在高兴看上去挺好 一切起居待遇犹如王子 但毕竟是流落一项 婢女也可以瞧不起他 认为他仰仗着郡帝的鼻息而活 我们分别了太久 他究竟经历了什么 我完全不知道 现在我只是想多陪陪他 你愿意留在他们身边吗 我愿意和他们相聚 但我闲散惯了 并不想当什么高薪的大王级 可我父王 我外祖父 甚至专虚的性子 连阿念那么天真糊涂的人都明白 和他们这种人直接对抗 是自讨苦吃 小六叹口气 我不出现还好 现在我出现了 他们绝不会再允许我去当闻小六 我之前一直逃 不仅仅是因为有心结 不想对我们 还因为我知道 这拱门一旦进来 再出去就难如登天 十七凝视着小六 说道 人不能选择自己的出身 纵然不愿 也只能接受 十七微微而笑 笑容明镜温暖 心若如明月 如般变化都如浮云遮月 再纷扰灰暗 最终都会浮云散 明月初 小六笑着指着自己的心 反真半假的说 奈何窃心如默然 若君心有明月 旺君能尝试明月向窃心 专须走了进来 在说什么 听说阿念来过 他投刁难你吗 小六笑得很诡异 没有为难我 我们谈得很好 专须抱歉地说 师父已经写信给爷爷 玉山王母 你也知道你身份很特殊 要等师父和爷爷商量好 最好也争得王母的同意 才好昭告天下 所以师父和我商量后 决定还是先隐瞒你的身份 小六挨叫 王母那老妖婆 还有臭鸟猎羊 傻子阿碧 猎羊会杀了我的 专须训斥 不许乱说 连爷爷都对王母客气有礼 还有 阿碧已经修炼出人形 现在叫碧君 见了人家礼貌一些 小六想起了在玉山时的事 猎羊是一只想凤凰的狼鸟 人形就像十来岁的童子 不爱化作人形 脾气非常不好 每次他修炼偷懒时 他就会狠狠地啄的 追得他满桃林乱桃 阿碧是一只必必一样 还不能幻化人形 但十分聪明 性格很温慎 每次猎羊啄他时 阿碧都会救他 这么多年不见 阿碧竟然已有人形 猎羊不知道长高没有 但是年纪太小 不懂事 总觉得王母和猎羊好坏 可后来他凭借自己的力量 一次次躲过死亡 活下来时 才明白他们的苦心 流浪时 不是没有想过回去 也许他们不会嫌弃 他是变脸小怪物 可等有了勇气决定回去时 却被关进了笼子 被折磨辱骂了三十年后 一身凌厉尽尸 他知道自己再回不去了 只能继续流浪 小六问 猎羊和碧君 他们会来吗 专虚说 如果王母告诉他们 他们肯定会立即赶来 小六叹息 隔着漫长的岁月 重逢让人期待期待又害怕 专虚谈了他脑门一下 几时酸不溜丢了 师父说晚上和我们一起用晚膳 你的事 我都告诉他了 晚上 俊帝来华音店和小六 专虚 十七一起用饭 这一次 小六终于拿出正形 规规矩矩地开始吃饭 可是 当年他就不是个守规矩的主 两百多年过去 曾经学过的那点规矩里 已早丢的一干二净 姿势十分别扭 十七在一旁照看着 时不时小声提醒他一声 专虚却袖手旁观 笑眯眯地等着小六出丑 小六不满地说 你和小时候一样 仍然是个坏哥哥 专虚眼中赏过黯然 面上笑容不变 不欺负你欺负谁呀 俊帝笑看了一会儿 说道 行了 你平时怎么吃 现在就怎么吃 小六甜甜一笑 还是父王好 腰力击垮了 袖子也直接挽了上去 吃晚饭 俊帝对小六说 今夜月色很好 陪我去走走 嗯 小六随着俊帝出了华音殿 向着一清园走去 一清园内有三多 多水 多起花一草 多真琴一寿 据说 一清园曾是上代俊帝 最喜欢徘徊流连的地方 小六记得小时 后娘也常常带她来这里玩 有时候一带大半天 娘看书 她一边戏水 一边和鸟兽打架 承恩宫太大了 很多地方小六都没有去过 就两个地方最熟 一个是娘居住的紫心殿 一个就是一清园 自从回到承恩宫 小六经常会走到一清园外 却一次也没有进去过 承恩宫早已换了女主人 小六害怕看到 一切都变了 会让她那些遥远的 记忆像是假的 小六随着郡帝 在园子里慢慢地走着 她的鼻子发酸 眼眶渐渐地有些湿润 一切都和记忆中的一模一样 又好似昨天 她刚在这里玩过 走过提着对联的亭子 小六突然跑进去 蹲在柱子旁查看 在柱子里面 刻着两只画得歪歪扭扭的思路 小六激动地指着 爹爹 你看 我的画还在 还有这个 这个也在 柱子上有三道划痕 这是当年小六贴着柱子站好 爹爹比着他的身高 用手指画下 小六还扬言 他会长啊长 一直长得比爹高 比爹举着手还高 直到爹再也够不着 划不了 亭子已经翻修了几次 这些却被精心保留了下来 俊帝蹲到柱子旁 微笑地看着柱子上的图画 这可是你的得意之作 你不是特意嚷着 要爹永远保留吗 还说等学会女工 要给爹秀个思路的帕子 小六猛地伸手抱住了俊帝 即使已经相认 可他依旧没有回家的感觉 直到现在 他终于觉得他回家了 小六的眼泪滚滚落 俊帝轻拍着他的背 没有劝慰 只是想让他哭个够 让他把漂泊多年瘦的苦 瘦的委屈都哭出来 小六哭啊 哭 好似真要把三百年来 都憋着的眼泪全流出来 哭到最后 自己都不好意思了 偷抽耶耶地说 平时 我并不爱哭的 俊帝说 不用不好意思 是我该羞愧 女儿的眼泪是父亲的失职 小六的眼泪又要下来了 用手帕捂着脸 过了半场 抬起头 我不掉眼泪了 小六拽着俊帝站起 他靠着柱子站好 爹爹 再给我测一次身高 俊帝比着他的头顶 用手指画了一道刻痕 打去道 你长啊长 长了这么久 还是没长过爹 爹还是够得着 小六笑着吐吐舌头 退开几步 打亮着柱子上的刻痕 忽而黯然 都不知道 这是不是我真实的身高 感觉一切都是假的 几时和专须讲述时 小六也保持着 云淡风轻的不在乎 就好似他已经完全 习惯于变形的外形 习惯于没有脸 但此刻 他终于流露出了惶恐 俊帝的手 在他的额头抚摸 渐渐的 小六的额头中间 露出了一个桃花形状的胎记 俊帝说 你外形的变换 并不是得了什么古怪的病 而是你体内有一件 稀释神器 叫住炎花 它能令人留住 任何想要的容颜 小六困惑地看着俊帝 神器 不是怪病 是神器让我容貌随意变换 为什么我体内会封印着神器 他的眼睛猛然一亮 那取出神器 我就能露出真实的容貌 又不会再变来变去了 是的 小六喜悦地说 爹 你帮我取出来吧 我真的憎恶在变化了 我宁可自己是个丑八怪 也不想做个没有脸的假美人 俊帝的手指点 在桃花形状的胎记上 桃花胎记浮现出飞红的光芒 这时用两个人的血封印 也必须要两个人解开 目前 我没有办法帮你取出 俺爹和你保证 一定会帮你恢复真容 该小六虽让迫不及待地想恢复真容 可也知道能让俊帝为难的事情必有原因 他反过来安慰俊帝 没有关系 反正都这么多年了 再等等也没什么 俊帝凝视了一会儿 小六额间的桃花胎记 眼中有隐隐的哀伤 他斩首扶过 把胎记引去 小六心中的大势落地 又和爹爹消灭了隔阂 整个人变得截然不同 他唧唧喳喳 问着俊帝各种各样的事情 到后来他甚至大着胆子说 爹 我能不能不当高薪王姬呀 我不是说不当你女儿 我只是不想做王姬 不行 为什么不行 小六已经开始晦气鼓鼓地瞪俊帝了 因为你是我女儿 我是高薪俊帝 小六立即变了嘴脸 可怜兮兮地拉住俊帝的胳膊 摇来晃去 可是做王姬好辛苦 吃饭要讲究礼仪 出门要讲究礼仪 最后连婚事都要成为政治牺牲品 我真的不想做王姬呀 俊帝说 没有 我在 渐